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随着青春期的到来,人们也对性逐渐产生了好奇,直到后来,随着人们经历过成年,谈恋爱,结婚等生命历程,人们会逐渐接触到性生活。 在人们眼中,性生活普遍意味着年轻的身体,饱满的肉体,挥洒的汗水,但实际上,性生活是不分年龄段的,也就是说,任何年龄段都可以有性生活。 同时,适度的性生活对人们的健康是有好处的,性生活与健康关系极为密切,和谐的性生活会给人们带来愉快的情趣和健康的身体, 带来幸运和成功的事业。 那么,老年人需要性生活吗? 一,老年人需要性生活。 现代医学认为,老年夫妻保持适度和谐的性生活,不但无害,而且对新生健康有补益。 孟子说,食色性也,意思是说,吃饭和性生活同样重要,是人们生活需要的。 老年人也不例外,同样需要适当的性生活来进行调节。 老年人能有正常的,健康的,适度的性生活,是老年夫妻心理与生理健康的标志,是高质量晚年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夫妻恩爱的象征,是夫妻白头偕老的物质基础,是维持晚年心理平衡的精神支柱。 老年人长期境遇会产生一系列坏处,从生理角度来讲,如一个男性长期境遇,用理智来压抑外在的性冲动,但却无法改变性器官内部的相应变化。 从男性角度来看,长期境遇会导致其产生一种欲求不满的感觉。 如果男性需求过于旺盛,则无法发泄的精力会通过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需求过于旺盛又不能发泄的男性会比较容易暴怒。 对于老年男性来说,相对于自己年轻的时候,欲望没有那么强烈,但也会有性冲动,也会想过性生活。 从女性角度来看,长期境遇会带来一些身体上的不适。 有些女性对性生活有着相当高的要求,如果性欲长时间得不到满足,则会表现为情绪不稳,容易生气,甚至表现到外在。 例如,皮肤暗黄,长痘等。 对于老年女性来说,皮肤已经松弛,胸部下垂,面对自己的衰老,都会感到难以接受。 此时,女性对于性生活的接受度比较低,但同时,长时间没有性生活的女性对此也会产生渴求。 除此之外,老年夫妻如果长时间没有性生活,二者的生理器官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 当这些器官生理变化所产生的内分泌增多和局部充血得不到宣泄时,就可能发生生殖系统的某些病症,如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等,从而影响人体健康。 女性如果长期禁欲,乳房和生殖系统经常充血,不易消退,就可能导致乳房胀痛不适,乳腺小叶增生,乳腺癌和生殖系统某些疾病的发生。 综合所述,性生活使生活必备的调剂品。 性生活之后,不仅能让人心情愉快,还可以增进夫妻间的感情。 需要指出的是,老年人不可以把性生活只看作简单的性交行为,性生活丰富多彩。 老夫妻之间也可以拥抱接吻,相互抚摸,喃喃细语,轻轻我我,情话绵绵,眉目传情。 只要是传递性信息,表达情感的都是性行为范畴。 这一美好的性行为会给双方带来心情愉悦,神荡心仪,使得双方更加关怀,体贴,理解与支持。 从而使得性心理得到满足,享受性生活的乐趣,有利于身心健康。 2.老年人保持性生活的益处 性生活对老年男性的益处 1.性生活和长寿大有关联 通常情况下,在性生活之后的男性都是很满足的,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一个人的心情,刺激多巴胺分泌, 1.甚至一整天都保持着愉快的心情,而保持愉快的心情就是一个人长寿的秘诀。 2.性生活使老年男性更加健康 性生活和谐的老年夫妻,妻子很少患有妇科病。 在男子的精液中,还有一种可与精美素相媲美的重要抗菌物质,被称为精液包浆素,能起到有效的消毒杀菌作用。 3.性生活使老年男性增强自信心 适度的性生活,能增强老年人的生命活力和生存的自信心。 性生活对老年女性的益处 1.性生活可以降低痛感 2.性生活可以帮助老年女性降低血压 3.性生活可以帮助老年女性减肥、健美、抗衰老 国外有关性爱专家认为,性爱比其他运动更能消耗热量。 同时,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医院研究小组对3000多人进行了调查研究。 结果显示,平均每周性交三次以上者比其他人显得年轻十岁左右。 还有,性生活也能消耗热量,这也从一方面达到了减肥的效果。 定期进行性生活的女性,此激素分泌活跃,在此激素的作用下,皮肤光滑而富有弹性。 和谐的性生活能增强人的记忆力和免疫力。 瑞典有关研究人员曾经对那些性生活积极的老人与独居的老人进行了比较。 发现,前者精力更旺盛,记忆力也较强。 至于性生活能提高人的免疫力的问题, 美国威尔基斯大学研究组经研究证实, 每周进行两次性生活,免疫球蛋白的分泌量会增加, 抵抗流感等呼吸系统疾病的能力会增强。 三,老年人性功能保持的注意事项。 尽管老年人还有一定的生活能力,也需要正常的性生活, 但毕竟经非稀比,老年人在性生活方面还是要多加注意的。 一,要保持心理健康。 在心理上,保持人老心不老的精神状态, 消除精神紧张等不良情绪, 经常参加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锻炼, 多做户外运动和参加集体活动, 坚持生活有规律性。 二,保持生理健康。 老年夫妻要根据自己的健康情况, 制定好适合自己的饮食计划。 合理的饮食可以避免胃部、肠部等部位的伤病。 合理的饮食也可以让人心情舒适。 三,不要忽视对方的感受。 老年人的性生活应该以情感交流为重, 并非直接的性交方式。 如亲密、拥抱、接吻、抚摸和相互倾诉。 这些都是情感交流的方式。 四,性生活要有规律的进行。 老年人应该长期地保持有规律的性生活, 否则,应停止性生活而引起性兴趣丧失。 以后重新进行性生活时,会产生较大的困难。 五,性生活前应该进行充足的前夕。 老年人性交前,爱抚时间应该适当延长, 以积极信誉。 六,性生活要注意体位。 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和身材都不如年轻的时候, 老年人生活体位应该以方便舒适为原则, 多以侧我、女上位较理想。 使用合适的体位能使二者在性爱中获得舒适感。 七,提供适宜的环境、温度、湿度要适合。 还应具有隐私性及自我控制的条件, 如门窗的隐私性、窗的高度以及适应性等。 八,老年人性生活应把握合适的度。 性生活相当于百米赛跑, 加上心理的兴奋,血压会上升,脉搏会加速。 而老年人多是高血压,关心病患者。 因此,性生活要量力而行,遵循适度的原则。 过量的性生活容易导致身体疲累, 适量的性生活才能达到最好的体验效果。 综上,老年人是需要性生活的, 而且,性生活对老年夫妻二人皆有益处。 那么,你怎样看待老年人保持性生活呢? 然后, gal aire,老年人活用这种 ting偏的 dedication。 您十分之后还真无法集中。 您好喝的길感,老年人们, 您好喝的! 您好喝的!